是,我想我们现在,我们今天要,我们办公室要表达立场就是说,我们反对市政府这边,然后把社府用地的容积从原先的200亿调高为死板,这是一个。 那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市政府当初在做整个广司原区开发案的时候,97年的整个规划的时候,事实上就已经有想,就已经有规划到整个捷运新一线动员段开通之后的整个交通营运状况。 但是呢,当初,事实上整个市政府所提出的规划案,基本上,整个人数的容纳量的话呢,大概是2326人,可是今天的话,假如说以市政府,把社府用地,然后原先的容积从210调高乘400的话呢,事实上预计要外加1500户的公民住宅。 那这1500户的公民住宅的话呢,事实上,在外加人口的话,2400人,所以小小的一个6.5公顷的土地的话呢,事实上装了4700多人,几乎是过去大人里,一个里的人口数。 所以基于这样子的一个理由,事实上我们反对整个市府这边,然后把整个目前的社府用地,容积从210调高为400,以上报告到此。 好,谢谢。好,我们下面就请陈一仁来发表。